各位我们现在开始 早上我们讲说 出莫及离两边 各位这个离的意思是不要执着的意思 这两边讲的是相对的意思 以及是说你自己在应用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去执着任何一边 或是任何一个角度 或是任何一种的看法 各位我们世间 为什么一直争论不断 那就是因为每个人站在对立的一边在谈 所以我们的争论是永远没办法止息的 那各位我们禅宗里面常讲某些的话 其实这些话都是你两边的意思 譬如六祖讲说不娶不舍 马祖道一禅师讲平常心 我自己常讲说龙后 或是说水眼也是 其实这些话都是离两边的意思 那问题是你自己要会用 各位比如说离两边 你不要一天到晚讲离两边这个名词 比如说你讲的虽然是水眼的意思 各位但是水眼的意思 假设你真的听懂 你可不可以用其他的名像 表示可不可以 可以 其实是可以的 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很多人 就好像英武学人说话 就是因为他知道那个名像 但是他对那个名像他不懂 所以他每次在讲 跟人家聊天或是谈论佛法 他只会套用那个名像 各位他只会套用那个名像 他一秒变巧 那就代表说他 他领悟不生 他没有消化 所以他才抓的那个名词不放 所以各位 其实你看那你自己你就知道了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常讲那几个名词绕来绕去呢 那就代表说你不通 对 所以你们在同学 你们同学彼此在讲话 你们听久了会很厌缓 这样对不对 然后你讲久了别人也不喜欢跟你聊天 为什么每次都讲那些话 因为 那因为你自己不通的 所以各位 你看自己在讲什么话 你就会知道你的内在 你懂还是不懂 没办法骗人 当然也没办法骗你自己 各位 也没办法骗你自己 那么现在语出莫及离两边 各位这里面呢 这里面有一个一段公案 我们看中间这段的公案 各位这个本身不是一个公案 是一个语录 神会禅师的什么 语录 他其中里面一段的对话 我把他里面一段的对话 揭露出来 各位 我们看黑板 真法师问 这是一个出家人 这是一个出家人 一个出家人 云和是常义啊 这个真法师问神会禅师说什么是常 那各位 既然说什么是常 那么神会就答说呢 无常是常义 既然你说常我就说什么 无常 对这个概念 其实不难懂 为什么不难懂 佛法有一个重要的原则 就是言启 言启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持有 故什么 彼有 各位注意听哦 持有 故彼有 因为你既然说常的名词 有没有 各位这个常的名词 所以我当然 按照这个名词来回答你 无常 这个是不是彼此 有没有 这是彼此的概念 因为你 你问我常 所以我回答你 无常 经典 经典里面常常有没有这种说法 有 色 即是什么 空 对 所以你说什么是色 我可以答空 你说什么是空 我可以答什么 打色 你们 你们每天 你们每天 在念信经 其实他就这样展现给你看 那接着看 所以神会答说呢 对了 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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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常的意思 无常就是常的意思 但是各位神会这样回答 真法师能不能领悟 他不能领悟 所以他才继续追问 有没有 他才继续追问 他说 今问常义 何故答 无常是常义呢 我问常 你为什么说无常就是常的意思呢 这就是标准不懂 那各位 我们是不是常常 我们跟这位法师是不是也常常一样 听不懂 对 我们也是常常听不懂 听不懂 那么现在各位 那么现在看 你现在看神会怎么回答 应有无常 而始说常 因为有无常这个名词 对 所以啦 所以我才会说常这个名词 接着看 若无无常 亦无常亦 假设今天没有无常这个名词 有没有 那么我就不会答什么 答 对 答这种 对 我就不会用常的角度来回答你 各位这个概念 各位这个概念其实不难懂 为什么不难懂 各位比如说啦对 什么叫做生 生就是死 什么叫做死 死就是什么 死就是生 所以呢 一般人死 我们不是说往死 都讲往什么 往生 他明明死 你为什么说他往生 对 那你已经各位你又调入一个概念 那到底是生还是死 你们会不会这种概念 一样的概念 那到底是常还是什么 无常 各位现在问题就来了 我们学佛就是这样的 佛性到底是常还是什么 无常 那真理到底是常还是无常 佛法 原始佛教谈无常苦控无我 大神佛法 尤其是涅槃经 他谈常热我尽 听起来根本是唱晚调 对 但是 但是我们很难理解 对 对 无常即是常的概念 各位无常即是常的概念 简单这么讲 无常就是生灭 常呢就是不生不灭 那生灭即不生不灭 那一般人听不懂 各位一般人听不懂 关理这样的概念 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 用嫩眼睛有没有 的概念来给你解释这一段 那各位 成跟败 什么叫成功 失败 什么叫失败 成功 你在说什么 因为失败为什么 成功之门 什么叫问题 答案 什么叫做答案 问题 对不对 你不问答案 对 假设你不问一个问题 我怎么给你答案 但是我回答 你的问题就是解决你的答案 各位这样的概念 在你的内在当中 各位 这样的概念在你的内在当中 你千万要 你千万要记得 你两边不是否认两边 所以你两边有好几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两边都不执着 第二个概念你要知道整体 第三个概念你要知道不二 这两个是不可以拆开的 各位这两个是不可以拆开的 你完全不可以把它拆开 都不可以 各位可以把佛跟众生拆开吗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把佛跟众生拆开 众生就是迷失的佛 对佛就是觉悟的众生 各位这样的概念你会了吗 你会你会反复的应用的吗 你会反复的应用的吗 各位 各位 要不要修行 修 就是不修 啊不修 就是修 那一定不是老不修 为什么不修就是修呢 不执着修行才是真修行 你们 你们笔记一直操干操的了 那是一种领悟 不是一种笔记 我来告诉别人 那是一种领悟 但是你们 你们一定说操完笔记之后 我回家领悟 你们要借笔记 蔡师兄的笔记 对 他的笔记操得最好最漂亮 对 以后要参加毕业考 就应该去copy他的笔记 哈哈哈 那各位 那你以为这样是绕口令吗 不是绕口令 各位那我 那我这样讲了之后 我不知道你会了吗 你说生病就是健康 健康就是生病 来财行 来解释一下 他就没有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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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生病这么灰暗 哈哈哈 生病这么灰暗 哈哈哈 对不对 啊 他落一边 因为他没有好过 哈哈哈 他落生病 保人回答 一个生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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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考导 才是真正健康的人 一个健康的人呢 不爱洗他自己的身体 他本身就是一个生病的人 你们笔记要怎么操啦 师父谈一件事 因为现在师父已经在讲 这个都是相对的一个名字 然后我们在讲常 如果没有一个常 我就不会有一个无常 所以这些只不过是在跟我们讲一件事 是说所有这些都是方便说 因为创造这些 但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执着在常 无常的这个定义上面 所以我们就被他牵着走 是 其实他只是 我在佛头在讲常的时候 只不过是对当下的这个因缘 他在讲说这样叫做常 方便表达 只是如此而已 只是如此 所以蔡师兄 对不对 你有没有听到王师弟在讲话 对不对 所以我一样在指着 失误就是失误 对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一样在指着 各位 既然刚才蔡师兄已经这样讲了 我们再顺便直接来讲他的意思 有一本经叫做《密言经》 《密言经》他讲一段话 世间种种化 一切唯有名 要注意 茶杯 刚我们讲茶杯 你有办法定义茶杯吗 你有办法定义他吗 你有办法定义他吗 你说可以装水的就叫茶杯 那马桶 马桶也可以装水 拿一个桶也可以喝吗 对 只要能喝的就叫茶杯 不是吧 你们有拿一个桶来喝吗 对 对 你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常说 夜苗越黑 你怎么讲他其实都什么 不对 不太恰当 对 不太恰当 我们都只知道说 他就是因言守生 我们知道他是怎么由来 再来 再来 我们为了方便大家认识分别 所以共同帮他取个名字 叫做茶杯 各位 你听我这样讲好像很简单 但是这个概念用在你身上 你就会不会受不了 你会受不了 我骂你王八蛋你会不会受不了 你马上就受不了 你马上就受不了 你觉得说 你明明知道说 茶杯这个概念他只是一个什么 方便 方便大家所认识的一个名字 这个 他只是一个名字 对不对 对 他只是一个名字 但是我们会把名字变成什么 如果 如果这个概念用在你的身上 你就会变成 那是你的名义 名声 至尊 这样对不对 你看你就变成这个概念好奇怪 但是用在其他的身上 你会觉得很有道理 用在你自己的身上 就觉得不太有道理 所以 所以你没办法接受 别人对你的批评 也没办法接受别人 对你的讽刺 所以 巴蜂只要那个一来 你一批就打过家 也就是说你对你自己保护意识 是很重 对 尤其呢对 除了身体财产 之外 那就是你的名声 但是这一部经 经文他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你 世间种种延起的现象 有没有 有没有 他唯有假名 所以金刚经常这么讲 庄严 集灰庄严 是名什么 庄严 波罗 波罗蜜集灰波罗 波罗蜜 是名 波罗 波罗蜜 是名 对 只是一个名 而且这个名是真的还假的 为什么叫它假的 因为这个名字是可以改的 因为这个名字是可以用其他的名 名称代替的 各位 各位 这是茶碑 我说茶碑 可以吗 可以 即使以名相来讲 茶碑跟茶碑 它已经是不太一样 对不对 再来 你说台语我听不懂 对不对 我可以说 比如说 用英语 用英语 用英语我不要说 比如说我可以说马克杯吗 可以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 以前 泡面你用什么杯 干杯 干杯 摔牙用什么杯 干杯 喝茶用什么杯 干杯 喝啤酒用什么杯 干杯 我们以前当兵就是这样 我 我不看你 什么都用 那个 有时候尿集 还是用干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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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我 当夜狐用 哈哈哈哈 实在是很 实在是不够不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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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是真的啊 可以用啊 怎么不可以啊 其实如果你吃什么 你去用不上 你就会累死了 怎么会用不上洗洗就好了 哈哈哈哈 对啊 对啊 反正喝的跟尿出来的还不是 哈哈哈哈 有人喝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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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后来 你喝尿吗 你喝尿吗 接着看 对 下面这句 但想所安立 这个但想就是 由于由于我们自己 由于我们自己想要安什么名字 有没有 然后我们就属于众人的意思 来安安一个假名 这叫做但想所安立 黎明无别意 你要注意这句话 这句话很重要 把这个名字拿掉了 把这个名字拿掉了 那是什么 把那个名字插掉那是什么 我们今天各位 我们到底是执着那个名字 还是执着那个东西 各位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照理讲我应该执着那个东西 但是很奇怪 名字 名字 你应该很清楚的看到 这个名字原则上是假的 它不是真实的 它可以变来变去 它也可以换来换去 这个东西可以换吧 然后以此类推 所以我比较执着这个东西才对 但是各位 谁在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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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杯这个名 跟 跟这个实体 你比较执着哪一个 是这个实体 还是茶杯这个名字 实体 表面上 各位那是表面 注意听喔 表面上你比较执着实体 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我叫你想清楚嘛 有没有 是谁在执着 这个实体 谁 我 是谁 我 是心 心啊 我的心啊 有没有 对 你谈那个我就是心啊 有没有 是不是你的心在执着什么 这个实体 那我告诉你 心的这些想法 概念谁教你的 谁教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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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的知识教育 透过什么东西 建立的 你说的知识教育 是不是透过这个建立的 这个名 就是名词 就是名相 就是语言 就是文字 所以建立你的什么 思想 这样对不对 各位 罪根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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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这个 所以不察觉 去执着他 各位 你的心 是抽象的 你心的概念 你心的概念 从哪里来 对 就是不断这些 这些名相 不断的心许 心许 心许到最后呢 有没有 你的想法 不知不觉呢 对 变成 对他产生的执着 但是你只看到你 执着这个实体 却没有看到执着的心 却没有看到执着的心 是怎么产生的 各位执着的心是实体吗 不是 不是 你这样会不会看 会不会执 你执着的心不是实体 对 但 但你就 但你就偏偏去执着他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 你要你这个名呢 你这个名要破 假设假设这个名像你不破 那会有很多问题 所以为什么道德经 他开宗明义讲那两段话 有他的道理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为什么道德经开始 他就他就谈这个问题 所以一切的思 一切的思想的来源 都建立在语言文字 这些语言文字的来源 就是建立在这些名词 所以把所有的名词 建立起来就变成你的思想观念 所以各位 你可以看到吗 所以 黎敏 无别意 那所以各位 那所以各位 各位 你说因为他是白色的 对 所以我才建立黑色的概念 你说他是长的 我才建立短的概念 但是黑白长短 实际上有没有一个叫黑白长短的东西 其实是没有 为什么是没有的 因为那是人的概念创造 那是人的概念所创造的 对 人的概念创造 那各位 那我们我们讲没有的意思 我们讲没有的意思 不是否认 他 他的存在 注意听 我既不否认他 跟他的存在 我只是明白了之后 我再也不执着 白 黑 长 短 我再 我只是再也不执着 只是这样子而已 这样会了吗 从这里 从这里 渐渐的 离 离 所以注意看哦 离 离就是不执着 离什么 这个是不是像 离像 还要离什么 还要离什么 离什么 离 离明 离像还要什么 离明 对 还要离什么 离心 所以不执着 不是胡扯的 不执着 凭什么不执着 因为我 认识他 认清他 了解他 所以自然不执着 所以不执着 一定不是刻意修起来的 怎么修 不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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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修的 那就是一种礼物啊 只是这样子 你 你怎么去领悟 各位 我是不是一个人 对不对 我不执着这个人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不执着我的 这个是我的存在 蛤 不执着我的存在 但是问题 现在你存在 你是谁啊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存在 只是你不执着 对 你现在的存在 注意听 你存在 只是你不执着 现在的存在 那是什么意思 我之所以不执着茶杯 是因为我了解茶杯 所以我自然不执着他 我不执着茶杯的名词 是因为我知道 这个名词 都是假名 所以我也不执着 这个名词 同理可证 我不执着我这个人 是因为我了解什么 我这个人 所以我不执着我这个人 只是这样子而已 这样会的吗 我不执着他 我不执着他 只是因为我了解他 所以我不执着他 有没有哪里听不懂的 还是说太好懂 原来就是这么好懂 所以你就是要了解他 对 就是要了解 了解 简单说 就是悟 所以我们叫做解悟 我了解了 我自然 我自然对他不执着 就这么简单 我不了解 你一定对他执着 爱他也是执着 恨他 也是执着 想见他也是执着 不想看到他 也是执着 对 希望他长命百岁 也是执着 希望他马上被车子撞死 也是执着 那怎么办 那就是执着了怎么办 那怎么办 哇对生病很苦 鼓内是执着 这个病 这个病赶快好 也是什么 执着 那很清楚了吧 那你看到了吗 你就要打瓶了 那各位 那各位 这个春末吉里两边 我哪就需要说那久了 啊对不对 人家六祖坛金 六年 六年最起碼到六年 所以各位 啊所以各位 这样你对初末吉里两边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透彻 透不透彻 没有 我怎么说 你知道感觉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都已经说到什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所以各位听不懂 是你辜负你自己 嗯 啊我没有辜负你 好 记得看下面这一句 师傅那个 前面那个动物 36 对你有解 那36 等一下那个后面会讲 后面会讲 好 是我在在讲 因为在肉羊边的 这里边的背后的 含力 其实就在讲 对背后的含力就是在讲实相 背后含力就在讲中道 好记得看下面这一句话 说一切法 莫离自信 这句话很重要哦 注意听哦 说一切法莫离自信 各位这里面的自信 其实就是本性 说一切法不可以离开信 不管你怎么说 不可以离开信 各位 各位我刚才虽然在说 说茶杯 我有没有离开信 没有 没有 没有离开信 那你现在去看 我们现在就是要按照嫩眼睛 来解释这一段话 这一段话 嫩眼睛所讲这段话 是 世尊为阿难开示的话 虽然阿难拿对是世尊的逝者 但是阿难一直都没有开悟 所以世尊为他开示了一段话 各位一切浮尘 浮尘就是六尘 就是一就是一切的现象 但是这一切的现象都是幻化的 这一切的现象都是幻化的 这一切的现象都是幻化的 诸位喔 幻化有两的意思 因为他说都是因缘所生的 这个因主因是你的心 这个缘呢 是触动你心的外境 所以产生的叫幻化 各位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会生气 各位你会不会莫名其妙生气 你不会 生气有两个很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 你的心一定有称心 你的心一定有称心 那各位 你们现在的心有没有称心 有没有 那你现在为什么不生气 因为没有 没有伟立你的劲 就是没有不顺你的劲 所以你生气的心不为什么 对不会生气 所以 所以只要这个这个因缘消失 这个现象就什么 他也就同时的消失 所以说他是幻化的像 再来注意听呢 当处出生 谁处灭尽 这一句话很重要 当处出生 这个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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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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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期产生 有的假象 对 随处境 原期 这个叫做 自信 空 所以他 所以他有两个关键 原期什么 有 自信什么 空 那你说 所以 所以 所以你不可以执着有 亦不可以执着什么 空 这两个 要离开 离两边 有没有 不可以 不可以执着有 不可以执着空 有 有很多的学佛 学到最后这样学 有很多的学佛 法 跟法什么 信 有的人 有的人 有的人说要离什么 要离什么 离相 金刚间一直弄 离相 对不对 离相 那信呢 难道你可以什么 你可以 着信吗 你可以这样吗 尤其在禅中 要切记 一切为心 所以说到未来 敢有心 最后那个心就是你的执着 这样了解吗 我管你是真心 还是忘心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抓他 你抓他就是不对 所以各位 所以一般人只知道 离相 这样对不对 但却不知道什么 信也要什么 离相 离信才是中道义 离相 离相 义 离信 才是 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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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相离相 简单这么讲 不要 我不否认 现象 作用 本体 但我不可以执着 现象 作用 本体 讲得很清楚 你扫他里里里 但是他少的意思 意思不是叫你执着空 对他是告诉你说 不可以落入空有两边的中 对 这样的中道才能够呈现 那个中道其实就是实相 所以我们常讲说对 中道实相意 所以这两个 各位这两个都要离 所以诸位 法一定都包括法相跟什么 法性这样对不对 好 那谈到心 注意看到心 心我们 心我们一般又叫他 真乳 真的意思就是不虚 乳的意思就是不变 所以真乳 所以真乳就是真实不虚 或是真实不变 那就是真乳的意思 真乳 好 那各位 那你看到心 心 我们说心 我们今天要了解两个概念 来各位 你要了解两个概念 我现在在讲话 是不是算 算是心的作用 算 所以我讲的话是常还是无常 我讲的话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 是生命 我讲的话是生命 这叫做随缘 但是 但是我在讲话 我心也知道我在讲话 我不讲话 我心也知道什么 我不讲话 这样对不对 有声音 心听到有声音 没有声音 心听到 没有声音 所以声音 有声 有面 是属于这一边 但是 不管有没有声 我的心 对 那个能觉知的 总是不声什么 不变 这叫做 这叫做不变 心 心有两个内涵 一个是随言意 一个是不变意 随言 跟不变 所以有读过大乘起信论的 请举手 大乘起信论的 大乘起信论讲说 一心开二门 开哪两个门 这边叫做生灭门 这边叫做什么 真如门 一心开二门 大乘起信论 就是这么说的 好各位 那没有关系 你现在没有读 那个论也没有关系 再听我说就好 所以心 所以包含不变跟什么 随言 要注意这个概念 为什么要注意这个概念 因为你注意了这个概念之后 很多的道理 你才能够理解 不然你搞不清楚 菩提自信 本来亲近 是属于哪一边 这一边 那你为什么会迷失 叫做属于这一边 这样看到了吗 随言 随什么 随你 随什么 随物 注意听 随言 随你的因缘 随你的因缘 就说你是凡乎 随物的因缘 有没有 就说你是什么 你是圣者 这边没有问题 这边什么 随 迷雾的因缘 所以你的心 才有揽 有劲 有缘 有圣 有众生 有凡夫 有所有的差别的 对待概念 都是这边 所以各位 所以你现在谈心 一定要包含 不变跟什么 随言 你要这样谈 你才能够 你才能够谈清楚 不然你谈不清楚 不然你谈不清楚 你没办法谈 谈清楚 那简单 简单这么讲 这个不变就是体 这个随言就是什么 像跟什么 像跟用 各位我现在讲的这个概念很重要 这个概念如果你听不懂 你常常会有很多 在赌当中产生冲突 然后你的内在会觉得很奇怪 对 也就是说 也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说 好 那各位 来那你现在注意看 你现在注意看 因为随言 所以你会不会念头产生生灭 会还是不会 会还是不会 会 所以你念头 你念头的生灭 这个 这个是不是 有生什么 有灭 不变呢 就是不生什么 不生什么 不灭 这两个根本没有冲突 这两个根本没有冲突 因为这本来就是心 对 所以心产生了种种的心态 种种的作用 及时皆是 所以 有时候是方便说 怎么方便说 有时候说 说生灭跟不生灭是不一样 那是 为一般比较浅的人说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搞不清楚 但是如果你谈到真正实相的话 不生不灭 当下就是有生有灭 有生有灭 当下就是什么 不生不灭 有生有灭即是无常 不生不灭即是常 所以无常即是什么 即是常 常即是什么 无常 所以生灭即是 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即是什么 有生有灭 所以生死即是什么 灭台 这样有没有闹口令 说完了 更你要把这个概念串起来 你读佛法才能贯通 不然 等下 你还读不错 所以各位 你明白这个表格 你接着读这段文字 你就很容易懂 你才很容易懂这段的文字 当初生起 各位我这个身体 我这个身体是不是阴远生的 是来不 是不是 是 我们方便说 这个叫做什么生 这个叫做色生 但是色生是不是法生 色生是不是法生 方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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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色生 不是法生 方便说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先谈色 不义空 空 不义 色 再来谈 这个色生 是法生 是 再来谈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样会了吗 这样倒的笑话 你们很好都没有人打个睡 但是 来听有个支持一下 快点 我妈几票啦 听有个几票来 几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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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听不懂 对 听不懂 能够讲说回去 再看 呢 对 各位 在听影片 那所以各位 我 我 我对我这个身体 就是我对我这我这个物质 我当然不可以执着 再来我对我内在的精神 亦不可以什么 执着啊 所以我对物质的精神都不可以什么 执着啊 我这样才能够自在 如果我稍微一执着 我一定不自在 不管我执着物质还是精神 有没有 任何一个角度我都会什么 我都会不自在 但是这两个是同时 当处生起 当处生起 这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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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产生 随处灭进 各位这个里面的随处灭进 不是等到它消失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指的当下 那你还要解吗 当当他生起的 当他生起的那一刹那 当下就是空挤的 所以 当下就灭进 自信本来就是空的 对 所以空跟有 有没有前后 他没有前后 所以空跟有不可以拆开 所以 所以空有的现象 都不可以执着 就在谈这个问题 所以空有的现象 都不可以 执着 所以 幻望 称向 什么叫幻望 真相呢 他表面上的生起 其实叫做幻生 他表面上消失 叫做什么 幻灭 举个例子 我很生气 我很生气 叫做什么 幻生 我现在气已经消了 叫做什么 幻灭 生气 是什么东西 生气在哪里 当因缘生 我按个假名 叫做什么 生气 我按个假名 叫做什么 生气 所以 幻 所以六楚谈亲 在前面的时候 谁讲过一个概念 严生 十无生 严灭 十无灭 就在讲这个概念 所以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再举一个例子 各位注意看 各位注意看 你现在 你现在看到六楚慧能的像 你现在看到了 所以你现在 看到了 你是什么看到 各位简单这么讲 你的心就像镜子 所以你现在看到六楚慧能的像 你的心的镜子就会出现 这个像 这样对不对 各位 就出现这个像 好 当把这个像 拿走 当把这个像拿走 我又拿这个闹钟 我又拿这个闹钟 一出来的时候 你现在心中的镜子又出现什么 闹钟 那我问你 你心中 你心中的六楚慧能的那个像 在哪里 去哪里 他从哪里 他从哪里来又从哪里去 你不可以说他从桌上拿起来又放在桌子上 而是说 你所认为的那个东西在哪里去哪里 如果他有 如果 如果他有 他应该在 但事实上他现在又不在 那你说他在还是不在 两个问题又来 又两边了 是在还是什么 不在 应远生我说他在 对不对 只是这样子而已 但事实上 有没有 他 不真实 他虽然在 确实是不真实 那各位 那我再讲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如果你的心不空 各位注意听哦 你的心不空 你没办法说 看电风扇知道电风扇 看桌 各位你看桌子的时候我问你电风扇去哪里 由此可以证明你心是什么 是空的 如果你心不空有没有 他应该重点 有没有 他有没有 你有没有跟他重点 你不可以跟他重点 所以在背一下 误来则印 误去什么 不理由 对 啊所以不谈有没有 不这样谈 所以各位你去观察你的心你会觉得太奥妙 你你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他 所以你常常被你的心啊对 迷得 团团 赚 因为你搞不清楚 你就说他他到底是什么状态 他到底是什么状态 那你看 所以这些幻化成像简单这么讲 这些的像 都是幻化不实在 其信 真伟 妙觉 明体 简单这么说 各位 我们说师傅我要去 师傅我要去找佛性 这个叫做佛性 佛性哪里找 佛性哪里找 这里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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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找 哪里不是佛性 注意听啊 哪里不是 这个会不会刚处生起水树灭境 那这个会 那这个会不会 会 那我身体会不会 我的内心世界会不会 会 那里找 当下 就是 所以他是找吗 他不是找 对 他不是找 对他是当下 去体悟 那个体悟呢 就叫做 亲政 我已经体悟了 我已经印证就是这种状态 对 所以 妙觉 明体 这个妙觉 就是 众生 结有佛性 佛性都是本觉的 对不对 然后内心呢 内心本身 对 都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就叫做妙觉 明体 各位 其实世尊开示到这里其实就好 但是他很慈悲俱俱开示 我本来 我本来要抄到这里就好 那为什么后面还是抄下去呢 因为六祖里面 六祖这边举三颗 六祖举的三颗是哪三颗 六祖举的三颗是这个三颗 六祖举的三颗是五蕴 十二祖又叫做十二路 还有什么 十八祖 六祖举三颗举的是这三颗 所以我为了 让你配合经文 我直接 再抄下去 再解释 所以各位 如是乃至 五蕴 我们自己的身心 或是六祖就是六根 或是 或是六祖 六祖 六祖 十二祖 或是 十八祭 简单这么讲啊 就是 身 心 世界 身 心 世界 这三 讲的就是身 心世界 各位 自己的身心 或是我们所处的世界 都一样 没有一法不是因缘合合 虚 忘 有生 各位你看 虚 忘 有生 就叫做什么 忘生 有没有 因缘别离 因缘分离之后 虚忘名什么 灭 就叫做什么 忘灭 生 也不是实在 灭 也不是什么 实在 所以 诸法实相 不生 不灭 输 不能 知 各位 这个就是一种感慨 对 对 我们一般人不能知道 对 我们一般人不能知道 我们一般人 为什么说 我们一般人不能知道 我们一般人能知道什么 啊 我知道 我知道 对他是 似乎这样走来走去 似乎有来什么 有去 似乎呢 对不对 似乎有 有做 有善 这叫做生命 我们一般人知道 对不对 但是 不知道的是什么 不知道的是他的本体 所以我说一般人 容易看到现象作用 不悟本体 一般人 不能了解本体 所以才敢 所以才感叹说呢 输不能知 一般人不能知 所以各位 接下来讲的东西 是你要好好体悟的东西呀 各位不能知什么 生命 来去 本如来藏 简单这么讲 本如来藏 就是不生不灭 就是佛现 各位 藏 就是藏在什么 这里 藏就 藏在这里 所以说 表面上有生有死 实际上悟到 不生 亦不死 不生不死 这个之前呢 有人问我 佛华金 佛华金有一瓶叫做 药王瓶 药王瓶里面有谈到一个概念什么概念 他说只要有人送这一瓶 他可以不老不死 他可以不老不死 有人就问我说 送这一瓶可以不老不死 也无灾无难也无病 这一瓶 你们 主委 他讲的是讲这个 你们看字就看到那个表面 哦 哦 送花华金都没死 送这一瓶金不会死 儿子 消夜战都没死 要不要消夜战 他讲的是在讲他的时下 那我们看到表面的意思 就不明白他谈这个 各位我特别用红字标起来就跟你讲说 你这六百度百了 你六百度百了 啊你如果不满 真坏 不知道要跟你讲 常住庙民不动周延 这个讲的就是 佛性的特性 只是这样 常住就是不来不去 庙民嘛就是清清楚楚 对不对 哦 对不起 可以拿着你那个 声量小一点 包括吗 因为我们这边都会 干扰到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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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唱这 对 所以那个麦克风比较小 哦 他们都会分转 那个双路分转 对 这个分转 这种是小节目 老师你也可以 天天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 我担电了 他给你 好 那我来 第一次 诸行无常 诸行无常 对 反正反正他度在概念 这个不动就是鲁鲁不动 这个周延就是遍理切处 遍理切处 妙真鲁信 讲的就是佛性 那最后这一段 最后这一段 信真常中 简单这么讲啊 佛性 我们本来面目 我们本来面目 没有什么 没有 来跟去 没有什么 你跟悟 没有什么 生跟死 你在这里面 了无所得 找不到 找不到 这样可以刷够 找不到 所以我才跟你讲 没那个事 那就看你信不信 这样心里 对 你这边 你这边面有 现在 你这边面 这边是有 我再去就面了 是吗 来 换你问 十五你信在迷还是悟 人者 自心自起分别 符合这个道理 是你的心自起分别 本来没那些事 没那些事 老人你是个痛苦 或是快乐的人 我爱你 你工作更小 只要是工作更小 快乐 你爱做人类的佛 你爱做鹦鹜的佛 各位 所以说一切法 莫里自信会了吗 不管你说什么 这里面的一切法已经包含六祖所讲的三科了 五印 十二路 十八卷 已经包含 都 不可以离开自信 这里面所 这里面所争的妙真如性 或是 或是呢 对 或是如来葬 意思都是一样 说这样有清楚吗 有 乎 好这段讲完再休息 乎 有人问如法 出以双进 接起对话 来气相应 就近二法尽处 更无去处 现在讲的说 假设有人向你 勤怀 或是故意要难理 好 那个叫不叫问怀 那个叫问怀 故意刁难理 那你出以双进 各位讲的是 讲的是什么 是两边的话来破他 他讲左你答右 他讲众生你答佛 他说你呢你答悟 那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呢 接起对话 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呢 因为来去两边都站不住脚 知道吗 两边都站不住脚 对不对 你是你对你是你还是物 这句话本身就是矛盾 为什么 你问话本身就是矛盾 各位举个例子 你觉得我高不高 这句话不矛盾 矛盾 什么叫做什么叫做你觉得我高还是不高 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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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这样谈 没办法这样谈 所以当有人问你说 你觉得你是高还是 对你看我是高还是不高 你应该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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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拿大刀破他吗还是说什么 你拿大刀破他一定跟他吵架 对不对 这样对不对 来采训你高还是不高 换你问我换你问我 我长得很好看 来再问啊 再问啊 因为你比我更好看 所以各位 你要知道我们一般的问话的逻辑就是相对 我管他多么聪明他问话都一定是这样问 只要他没有开悟 切记 只要是没有开悟的人讲话一定都是这样讲 比如说科学家常常常在探讨说对 到底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 曾经有人这样问我 他说师傅你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 我说只要你是神就好 对你自己神不神才重要 师傅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你一定有神通 当然有啊 对不对 鼻子不能通 不能呼吸啊 嘴巴不能通 不能吃饭啊 对不对 大小肠不能通 就不能够 对不对 排泄啊 我当然有通吗 我怎么会不通 难道你不通吗 这真的没有道理 当然有道理 会没有道理 对 为什么我们一般人在戏论 或是我们一般人讨不到重点 各位 以此类推 你讲话没有重点就是代表说你的想法没有重点 你的想法没有重点就代表你都胡思乱想 你一辈子 就只为胡思乱想 因为你的想法都是冲突的 都是矛盾的 都是自己 挖个陷阱 然后让自己跳 挖个陷阱让自己跳 所以各位 很多人 也是挖个陷阱让自己跳 但是明白道理的人 都可以什么落井下石 人家已经掉下陷阱了 你又给他丢石头 你应该慈悲一点知道吗 你应该他楼梯什么 让他爬起来 对不对 那如果他爬起来 对不对 他从这个坑爬起来又掉入那个坑 这个时候 你就不见得要拿楼梯给他爬起 这个时候你要记住 你就让他掺 掺说什么 没有楼梯怎么爬起来 注意听哦 没有楼梯怎么爬起来 很简单嘛 只要没有陷阱 何必需要楼梯呢 就跳开 有一个餐私 比如说 比如说拿 比如说 拿一瓶 背那个 那个酒瓶 就像我们喝那个台湾啤酒那个酒瓶 他就问 第一个餐餐者 第一个餐餐者说 他要开 才是就跟他讲说你拿一只鸡 塞进这个啤酒瓶里面 我就告诉你答案 结果呢 来餐的人呢 对不对 来餐的人没有一个人答的对 最后 有一个人 真好大 对 一共餐私 换你拿一只鸡 把它塞进去 对 你只要塞的进去 我也一定什么 塞的进去 对 才是就把啤酒瓶打破 所有的公案一定不是 两个答案选一个 对不对 都不是这种概念 所以所有的公案你注意看 几乎都离两边 你看公案你自然就看懂 他都是这个意思 所有的公案不是选择题 为什么不是选择题 因为出题的人出错了 那各位 你们出错题目 然后自己都想着老半天 打那个答案 你怎么打都打不出来 因为你出错题目 你在打什么答案 各位人生的困境就是这个样子 你害自己害的好苦 但是 但是很少有人察觉到 是这个样子 很少有人 这些人才 真是可惜 好下课十分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